1999年4月的一天 生活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丹 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说自己的儿子丹尼尔 在纽澳梁市的下酒区被枪杀了 那里是美国黑人聚聚地 充斥着毒品和种族歧视 初闻恶耗的丹 拿上外套就跑到了警察局 然而当地的警察根本没想着破案 甚至有位警员当着丹的面朝本道 这种毒虫死了也是活该 似乎按照老美的尿井 每天打死个把人 简直太平常了 更何况是在这种鱼龙混杂的低层社区 作为父亲 这种结果丹是难以接受的 自己英俊乖巧的儿子 平时就在自家药店里帮忙 丹根本就想不起来 儿子是何时沾染的毒品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丹从药房的监控里发现了秘密 经常有跟儿子年龄相仿的孩子 拿着一张高级量类鸦片处方来买药 而他们开的药都是著名的止痛药 傲视抗定 这种药除了可以阵痛外 吃多了还会上瘾 简直就是新时代的合法毒品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就是奥斯康定的制造者 普渡制药公司 1913年 一对犹太夫妇 从波兰和乌克兰边境 移民到了纽约市布鲁克林区 两口子本来就不富裕 妻子又刚刚生下了大儿子 雅瑟·塞克勒 为了维持生计 丈夫在街边开了家砸破铺 凭借着犹太人与生俱来的经商天赋 塞克勒家很快就崩了小康了 老二摩迪摩塞克勒 老三雷门德·塞克勒也相继出身 眼看着一个新兴的犹太家族 冉冉升起 手里有了闲钱的老塞克勒 有些膨胀了 他接连的几个错误决策 导致杂货店的生意没况愈下 甚至到了卖店的地步 检查着自己富二代的生涯 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大儿子雅瑟 在心里感谢了父亲一万遍 他深刻的认识到 半丈高楼平地起 辉煌只能靠自己 于是小雅瑟发愤图强 考上了纽约最成头的 伊拉斯莫高中 在美国能考上这个高中的 都是人中龙份 但是雅瑟跟其他龙份不一样 他一直记得自己是个犹太人 而且还是个家徒四壁的犹太人 是犹太人就需要疯狂搞钱 加好当时学校校报 学一个广告板块的负责人 这个岗位每个月 都有一笔固定补贴 雅瑟自高奋勇地 成了这个板块的责任编辑 神奇的是 雅瑟并不是冲着补贴来的 他跟学校申请 我可以不要补贴 但是我需要按照广告位的销售额 结算佣金 学校的领导面对这种牛马要求 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接下来雅瑟开始了他的骚操作 这小子根本不按套路出牌 跑到校外拉来很多金主爸爸做广告 毕竟学生的购买力那是杠杠的 眼看着整个校报都做成了小广告 高中生雅瑟也从中获得了不菲的报酬 另外他还把不少的项目 外包给了自己的两个弟弟 到1929年雅瑟高中毕业时 他已经同时任职三家不同的出版机构 在其他人吃糠厌菜的经济大萧条的期间 雅瑟硬是靠着自己的商业头脑 为父母全款买下了一家 不带居住空间的杂货店 妥妥的成为了别人家的孩子 最气人的是 这独子虽然整个高中都在忙着赚钱 但他的学业并没有落下 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了纽约大学医学院 并在这所学校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 知习期间 雅瑟对精神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于是决定在纽约的一家精神病医院 开启自己的行医生涯 在精神病院里边做研究工作 做什么研究 被人研究 两个弟弟在他的自住下 也顺利从医学院毕业 跟他进入同一家医院精神科工作 但是研究精神病能赚几个钱呢 为了彻底摆脱资本属一的牛马身份 博有营销天赋的雅瑟 准备在广告业开辟第二战场 1942年精神小伙雅瑟 开始在一家仅有四名员工的小广告公司兼职 这家广告公司的经营业务非常小众 只为制药公司制作广告 这也正是鸭子选择他的原因 作为一个从高中开始就接触广告的资深大拿 又是纽约大学医学院的博士 这里的业务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 由于出色的业绩 两年后他当上了公司的主要负责人 而此时的美国医疗界 身处在群魔乱舞的阶段 什么伪科学特效药 江湖郎伦众 推拿大师等等等等 一切江湖骗子都想在其中分一杯羹 在这种情况下 一切坚持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制药公司 就显得尤为可贵了 可惜这些医中清流 大多吃了不懂营销的馈 生产出再好的药 也会因为卖不出去而烦恼 此时身为医生又懂营销的鸭子 看到了机会 而深刻的认识到 要想把处方药卖出去 最重要的不是笼络病人的心 而是要取得医生的认可 基于这个原则 鸡贼的亚瑟设计出了一套 划时代的营销方案 客户不需要花大把子钱打广告 只需要带着新药和money 搞定开药的医生就行了 这就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医药代表 此外亚瑟还会邀请医学界 著名大拿为自己站台 并在一些野鸡期刊上 发表专业论文 来论证一款新药的有效性 靠着这一套不将武德的打法 亚瑟捧红了一家又一家制药企业 他在医药广告界的名声 也水掌传告 可惜名声不能当饭吃 看着自己老板换行车包二奶 兢兢业业的亚瑟不淡定了 1947年 亚瑟花巨资 买下了这家广告公司 准备在这个细分领域里大展宏图 这之后他创办了自己的医学论坛报 出版公司 以及医药数据服务公司 打造出了一个 被客户提供全方位专业营销服务的 广告帝国 他不仅组织面向医生的培训会 发表支持客户药品 貌似中文的论文 甚至还包括了 暗中贿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 药品审批人员 可以这样说 哪怕你拿来的药品是一坨屎 经过我的包装推广 它也能成为包治百病的特效屎 毕竟数据是我研究室出的 论文是在我的报纸上发表的 就连审批局都是自己人 靠着这个龌龊的商业闭环 亚瑟只要了十年的时间 便把公司搞成了美国最大的医药广告公司 甚至接到了美国辉瑞和罗氏公司的订单 这两家公司到现在还是世界制药界的巨头 上世纪40年 美国辉瑞推出了 古霉素这款抗肾素 可惜这款新药在市场上一直不温不火 于是辉瑞找到了营销大拿亚瑟 亚瑟多鸡贼呀 他拿到了新药 立马开展了自己的营销手段 安排药代表跟进每位医生 招募医疗意见领袖 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正面评论 暗中给药监局主管 送去28万美元的贿赂 在亚瑟的一顿操作下 土霉素验试之后不到三年里 辉瑞公司的年销售额 从6000万美元增长到了1.27亿美元 其中土霉素的销售额 占总年销售额的比例超过40% 而同样在为新药销售发愁的 还有罗氏公司 他们生产的新药 就是大名鼎鼎的安定 可是刚上市那会儿 谁都说不清楚 这款药能用来干什么 于是远在瑞士的罗氏找到了亚瑟 希望借他的神之手 推爆这款药 亚瑟了解了药品的作用后 立马在各大电台上 加起了这样一款广告 对不起放错了 一位神情焦虑的年轻女子 出现在了画面上 就在这个时候安定出现了 一粒地稀盘 烦恼全不见 电视广告中赤裸裸的建议 如果你有头晕呼吸不畅 月经不调 紧张焦虑 愤怒害怕 潮热抑郁等 都可以用安定来解决 以至于有医生发文质疑 还有什么是不能用安定 搞定的吗 结果这款药 在广告上市后 直接卖爆了 顶分时期 安定在美国的年销售量 一度突破了20亿片 通过这两次 获得巨大成功的营销事件 老亚瑟也是情史皇便秘 淫麻了 但是看着这两个孙子 靠着自己的手法 赚得盆满钵满 老亚瑟是打心眼里嫉妒 咱自己做药 自己卖不行吗 于是鼎鼎大名的 普度制药诞生了 1952年 银麻大师雅瑟 花钱买下了一家 名为普度 博里德里克的 小型制药公司 这家位于纽约市的小公司 成立于1892年 在被收购前 该公司专门贩卖 骗人的特效药 俗话说 一个好汉三个半 雅瑟叫来自己两个弟弟 来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 公司起步阶段 普度制药 只能生产一些 日常非处方类的药品 虽然也能带来稳定利转 但是跟雅瑟的野心 还是相差太远 1966年 准备在新药研发领域发力 巧合的是 这场收购发生前 经过一家临终关怀医院的院长 曾拜访过该公司 希望能生产一种 晚市型麻非药品 来缓解癌症晚期病人的疼痛 非提取次因素 是临床上常用的麻醉剂 具有极强的镇痛作用 但极易上瘾 各国对这种药品 一直持约束态度 经过市场调查 三兄弟发现 这种药不光市场潜力巨大 而且好生产利润大 于是大哥压子拍板 管他是不是违禁药 先干他一炮再说 接着经过几年研发 到1980年 普度制药的美式康定上市了 为了推广自家的新药 老亚瑟又使出了自己的三板斧 派出医药代表 大肆贿赂医生 笼络意见领袖 疯狂发文洗白 甚至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向当时的里根总理施压 结果美式康定成为了 普度制药的第一款明星处方药 年销量最高一度达到1.7亿美元 赛克勒家族也迅速成为了 美利坚的隐形富豪 为什么说是隐形富豪呢 因为急贼的老亚瑟 深知数大兆分 这种堪比贩毒的 镇静类的药物 虽然能够快速积累财富 但毕竟人民抵制政府反对 依照老亚瑟的意思 咱们赛勒克家族 必须偷偷地赚钱 打枪底不要 以求将来能名垂青史 所以老亚瑟在捞钱的同时 一直隐藏着 赛克勒是普度幕后的老板的真相 而且还大搞慈善捐款 老亚瑟尤其热衷于 向各大博物馆捐款捐物 每次捐赠 必须要求货赠单位 将塞克勒三个字 写在场馆最显眼的地方 将什么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 尤金大学等等等等 而且三兄弟因为出手扩纯 还曾获得过 几女王青兽的高级爵士的称号 此外老亚瑟还建立了 自己的私人博物馆 用卖药赚来的黑心钱 大肆购买各地的爵士藏品 从世界名画到传世古董 从文艺复兴买到中国明清 凡是他看上的 统统收入囊中 然后再捐给自己的私人博物馆 这样做除了能报告 塞克勒家族的逼个外 还能通过法律漏洞 以捐赠收藏品的方式合理避税 真就属于又当又利了 这种全世界大撒币的生活 一直持续到了1987年 这一年为名利奋斗了一生的 老亚瑟去世了 他留给塞克勒后人家训就是 通过合法半读 谋取家族利益 通过大撒币 获取家族名声 确保在外人看来 前两项成就没有任何联系 可惜的是 他的两个弟弟只记住了第一句话 1987年 当利能人雅瑟去世后 他的两个弟弟 马不停蹄的开了场家族会议 将大嫂踢出了公司 真所谓大哥算个屁 钱是我兄弟 然而此时普渡制药的爆款产品 美式康定 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 市面上各种仿制药更是层出不穷 兄弟两个紧记着哥哥的教导 通过合法贩毒 谋取家族利益 于是他们火急火燎的 开始研发新的成瘾性的药物 1993年 普渡制药推出了新一代的镇静药 奥式康定 这种枪烤铜片类的新型药物 要比之前的美式康定 成瘾性更高 与类似药品不同的是 普渡生产的奥式康定 药剂量更大 药效持续时间更长 堪称麻醉界的核武器 为了避免这种新药被滥用 甚至沦为新型毒品 美国药监局只同意他们在 癌痛患者群体中销售 两兄弟为了突破政府的智库 把大哥临终前的提醒 忘了个一干二净 他们直接给快退休的药监局 主审官莱特 拆出了40万美元的年薪 答应他退休后 就来普渡上班 保你吃香的喝辣的 就这样 奥式康定在1995年 被摆上了美国各大药方的柜台 跟大哥混了半辈子 两兄弟对大哥的营销三板斧 那是手道勤来啊 奥式康定一上市 两兄弟就像脱江的野狗一样 疯狂搞宣传 收买药权味 利用专业杂志影响医生认知 夸大疗效 避免成瘾性 投放大量电视广告 影响消费者 他们还招募了成百上千的医药销售代表 并且重新设计了大哥留下的 业绩考核标准 以辖区内奥式康定的剂量来计算收入 服用奥式康定剂量为80毫克的病人 比服用剂量为20毫克的病人 产生的业绩要多三倍 每一年交数额最高的前几名销售代表 都能获得公司全额赞助的夏威夷度假奖励 在这种激励政策下 美国各地的医生都变成了魔鬼 他们不仅要让更多的病人服用奥式康定 还让每一个病人服用更多的奥式康定 有些有良心的医药代表 曾向公司反馈 部分患者对奥式康定上瘾了 兄弟俩的反应是 直接将这位医药代表辞退了 靠着这种近乎疯狂的销售方式 奥式康定仅用了6年时间 销售额就突破了28亿美元 到2017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惊人的350亿美元 赛克勒家族也成为了福布斯富豪榜上的常客 然而随着赛克勒家族的强势崛起 美国市面上的阿片类药物也泛滥成在 越来越多的无良医生 把它当成了赚钱机器 很多毒贩甚至把它当成了新型毒品 视频开头的那一幕就是最好的例子 阿片类药物滥用 为美国带来巨大的公共卫生经济负担 眼看着自己百年基业就要毁于一旦 2007年 美国司法部终于对普渡制药展开了调查 结果普渡制药被罚款6亿美元后不了了之 2017年 纽约克的调查记者发表了一篇 关于赛克勒家族与普渡制药的报道 第一次详细地将二者联系了起来 自那以后 许多艺术家被奥斯康定毁掉人生的人 以及家人 开始不断地在世界各地 挂有赛克勒家族名字的博物馆进行抗议 赛克勒家族赶紧将资产从普渡制药中转移 更粉刺的是 为了挽回家族声望 他们将普渡制药改制成一家慈善信托组织 用以帮助阿片成瘾患者群体 正所谓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其实多年以前 三兄弟的父亲曾告诫他们 如果一个人失去了财富 他总是可以想办法再挣回来 但如果他败坏了家族名声 那么他就真的失去了一切